大家好,我是盘凡 从今天一开始自己做饭吃 今天的话可以省不少钱 今天晚上做一个清酒炒蛋 清酒炒蛋是我经常吃的一道菜 这个清酒炒蛋有两种方法 一个就是清酒炒蛋 第二个人就是清酒蛋饼 我今天打算炒一个清酒蛋饼 清酒蛋饼的话呢,这个垃圾我也把它取碎了 这个是越碎越好 好了,开炒 这个火是最大的 这个油稍微多放点 好,过来 清酒蛋饼的话呢,是 清一勺烙烙烙 再打气蛋 一锅烙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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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两个鸡蛋少了一点 但是呢,如果它做的,我吃不完 好三个吧 三个应该关注好 然后把鸡蛋放大去了 搅拌均匀 好,可以了 再把它切成一个蛋饼就可以了 好了,这个鸡蛋饼就做好了 这个最后面呢,还是 搞得很碎 这个是很沾潮的 在饭地里面一般也是 会搞得很碎 鸡蛋饼 不但味道好吃 而且炒的速度非常快 从洗菜 倒出锅 不到10分钟 好了,开吃了 好几个吃过我自己炒的菜了 真的不错 看一下我煮的饭 嗯 这个饭炒的不错 粒粒饱嘛 精英剔透呀 清酒大饼 这个菜 必须配上这个米饭 才好吃 嗯 挺香的 那现在来算一下 这一擦饭花多少钱 嗯,这个辣酒的话呢,是两块钱 然后鸡蛋 三块钱 然后米饭的话 加上那个水电 就做三块钱吧 所以说一餐饭是 应该是不得八块钱 我的话一般都是是素菜 所以呢平时一餐饭是 五块钱左右吧 这个开心不是很大 这个菜 确实不错啊 符合我的口味啊 平时的话我可以是三大碗 但是今天 吃一碗就是饱了 我发现我现在的这个胃口啊 越来越不行了 这一碗 我发现了 那一碗